歡迎鄉親 待會兒大中華新聞的現場 新聞繼續來看這個春仔會 是早年結婚喔 一定要準備傳統頭會 團成這項秋天記的很多年的四雷美老師 說受到大陸北京的謠章像節目 介紹這個春仔會律師以及創新恩兵 在節目當中 四雷美老師也有展示 很多創新新年頭會的主題春仔會 讓對方的民眾真配合又好奇 燈火是一項歷史優遇的傳統民間記憶 長久以來都運用在家庭在社長民 但是對著時代的進步 現在已經很難看到春秋冬製造的燈火 不過在六港廷的四雷美老師 傳統搭配著創新的作品 競合對方民眾的競爭 需要請到大陸央視來創節目 其實這個春仔是從閩南地方 閩南地區他的傳統花藝 結婚的用因為時間的衝擊 把這個傳統的手工藝大家都遺失掉 其實都是我的堅持跟保握 把傳統的春仔會留下來 讓年輕人可以再接受他 好像要希望把他留住 然後讓他們可以接受老一輩的傳統的 這個婚禮習俗上用得到的 一項一項真時尚有夠電愛的燈火 雄爭頭飾燈作品 也讓大陸鄉親帶開眼睛 每一項作品都是孫秋冬 一世一世逗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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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 春仔會這項真以為最佳見名 十六七歲我就學習各種花藝 到結婚的時候我才專攻春仔會 因為我是覺得這個是本土的傳統手工藝 如果你用端帶花或什麼 有一些材料的資源來著比較不容易 那這個是用只要繡線就OK的 我是覺得把一些花藝的 融入一些春仔會的技巧的話 可以很延伸框廣 雖然春仔會頭飾燈作品已經紅袋又外出 但是雷妹希望台灣穿透工藝在春仔會的故事 要寫可以一直演唱下去 大中華新聞林君英六江 蔡鳳報德